字幕志愿者 天Sir,Madam在鐵等你們 Madam 天Sir 天Sir 怎麼回事? 一小時前是外面那個人 打電話報警發現屍體 他說當時是在附近放狗 狗聲突然斷了 狗就跑進來草叢裡 他追進來的時候就發現屍體在這裡 那你有沒有見過死者? 怎麼回事? 怎麼樣?Sir 死者的肝溫是十七點九度 估計死亡時間應該是昨晚七點到九點 但是他的後腦明顯腫起了 應該是死前受過襲擊 而且身體有多處傷痕 應該是死前受過暴力對待 他的腳… 死者傷腿肌肉有萎縮的情況 他應該是坦的 他的鞋子很乾淨, 一點污漬都沒有 他應該是不會走路 還有, 他腳跟的位置是花光 是拖行的痕跡 而且那些花痕還很順 就是說死者是在無知覺的情況下 被人拖離這裡 還有, 空手只得一個人 如果有兩個空手的話 一個抬頭, 一個抬腳 就不會弄花對鞋 那既然死者是走不了的 那應該坐輪椅吧 那張輪椅呢? Madam, 我有新發現了 剛才我在外面巡視的時候 就發現了前面那張輪椅了 就在前面那裡, Madam Mark 謝謝你, Formula 行了, 我們嘗試找到這件事 死者的財物還在 那就是空手絕對要命 我女兒只有25歲 我小時候就被車撞到坦中 讀大學時是讀日文的 現在在家裡幫人翻譯 日本漫畫和小說 她真的很年輕, 很本事 和太太, 那你最後什麼時候 見過你的女兒? 我去酒樓, 上夜班洗碗碟 昨天下午六點鐘 她和我一起出門口 好像平日這樣, 還陪我去小巴站搭車 我在七點鐘左右 又打電話給她 她說剛剛買完菜 準備回家 我打算煲獸肉湯 你會不會喜歡喝? 誰知道 誰知道 十二點鐘凌晨我回去 已經看不到她 王妙常她平日和什麼人來往 沒有的 她很安靜, 整天都在家裡工作 最多就回蝦交會 和你交友聚會一下 她有沒有跟別人不合 或者罵我膠 昨天, 昨天她送我去小巴站 當時她的輪椅不小心遇到那個男人 你怎麼搞的? 你可惡的, 不要出門了 阻礙他們求求 然後那個小巴就開了 我只看到他們在那裡吵 之後我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認不認得那個男人 和他有什麼特徵? 我又說不出他的樣子 不過他是揹著那個黑色袋 那個袋子有很多拉鍊 而且一個鷹的圖案在那個袋子裡 Madam, 你們要幫我的女兒 找那個紅手出來 我掛老婆手裡, 很淒涼的 放心吧, 黃太太 無論如何 我們都會幫你的女兒找到一個真空出來 還她一個公道 好嗎? 死者後腦有血腫快 應該是死前被人用眼物襲擊過 但沒有傷及頭骨 最多只會讓她暫時失去知覺 不是致命傷 死者雙手的前臂也有抵禦性的傷痕 右手的手腕還擦傷了 天啊 在死者身上發現很多長條型的傷痕 這些傷痕只是被皮帶鞭打而造成 照這樣看, 死者可能是死前被人虐打過 指甲有皮膚 請不要發症做化驗 好 身體還有多處骨折 死因應該是被毒打指皮藏爆裂而死 死者已經是坦的 兇手要不要這麼狠毒 怎麼樣? 怎麼樣?Ivan 黃廟長的輪椅已經傳過來探訓 我看今天要住輪椅才能收工 你這麼有信心, 張輪椅會有料到? 沒聽過凡酒過必留下痕跡嗎? 在這件案子上, 這張輪椅就是死者的腳 死者的鞋子 他可以告訴我們死者生前去過哪兒 甚至乎接觸過什麼人 羅卡定律 先生 怎麼樣?江仔 鑑證科方面的指紋報告已經出了 張輪椅有指紋嗎? 座位扶手只有死者的指紋 至於後面的把手因為包了回力膠 所以完全採不上指紋 Sam說因為屍體上有人已由之分泌 指紋過了這麼多小時都溶掉了 採不上了 你們幹什麼?不用這麼沮喪 採不上指紋 或者有其他東西呢?精神一點 我剛才不是說過嗎? 煩走過必留下痕跡 沒錯, 準備一起跟我開工吧 小學子 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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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沒有發現嗎? 在王妙常的衣服裡找到黃色粉末 已經檢查到了, 是柳木碎和檀香 還有魚皮和火燒 即是拜神用的香? 黃色粉末主要都是檀香 那就好, 我在中輪椅發現灰準 證實是未燒用的金銀衣紙 檀香和金銀衣紙都是拜神用的 八政那邊已經有報復的報告 在死者衣物上找到拜神香的粉末 輪椅在椅背上 亦有金銀衣紙殘留的灰準 但根據王妙常的媽媽所說 她的女兒是回教會的 沒理由會接觸她這些事 會不會是空手打低的? 她媽媽說黃妙常平日生活很簡單 要不就在家裡幫人做翻譯 要不就回教會 當日她和黃妙常是六點鐘 在小巴站分手 到七點鐘, 黃妙常還在電話裡 告訴媽媽她剛剛買完菜 那就是說, 她是在七點之後遇害的 空手打暈了黃妙常之後 就把她帶到沙邊的廢屋 但多德姑的報告說 死者傷手有抵禦性傷痕 她暈倒了, 又不會有這種傷痕 可能她後來醒了 死者, 走 根據法醫的報告 指出死者是受到不停的虐打 以致被葬爆裂而死 希望時間是七點至九點 我們現在調查的重點是 在事發當晚的七點到九點這段時間 死者去過甚麼地方, 接觸過甚麼人 還有在甚麼情況之下 會接觸到金銀醫子和拜神香之類的人 YES! MEDA! MEDA! MEDA!